慶豐一直說,聖讀十年書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責任是指引別人 指引對這個人有什麼幫助呢? 原來食指短至中指 第一節,這條線 沒錯,很短,很尖 原來食指是很重要的 除了說領導才能之外 就是優越感夠不夠 優越感夠不夠 是否等於好像自信心一樣 優越感不夠,自信心不夠 做事時便會被人欺負 因為這個世界,你不點人 便會點你 人家會踩到你,便會踩越來越近 變成他一直抵抗力不夠 變成抑鬱 抑鬱來說,有時候 看心理醫生當然要 有時候要找到人的缺點 為什麼會自己是這樣的? 為什麼經常做了那麼多事情,別人還不感謝呢? 原來你優越感不夠 別人還會越迫越近 對,他聽了之後,原來他有這樣的缺點 然後他又有一個路向 便知道自己的缺點便可以改 又或者能夠開解自己,便解決了病 即是心理病便沒有了? 沒錯…不是,沒那麼快 剛剛看完而已,怎麼這麼厲害 剛剛看完? 你以為我是先單先人嗎? 即是提點了他? 提點? 因為其實我們這行 沒有理想到那麼厲害 又沒有理想到那麼準確 其實我們只是看到人的性格 就是優點或缺點 優點便會發揮 缺點便會壓制 以及看運動也是一樣的 我只可以看你行不行運 我不知道你發不發達 我就經常強調 現在我們認識看獎 認識看相 就算我知道你行運 行60年運 我一見你手指弓短 你說他會不會成功? 很難 百分之百不成功 所以其實運是一個參考 你有沒有成功機會率 你有成功機會率之後 你是不是要靠你的獎 即是你的才能 所以現在主要你來找我 多數是做心理分析 不過心理分析很重要 譬如你打工的 你很想做生意 我一見你手指弓短 我說你不用想了 做到去優 那你不用心大心小 那便是 平平穩穩就可以了 有些人是要這樣 不過客戶就是 這個木星優特別缺乏 缺乏了木星優 人的優越感不夠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有每一種不同的優 是混合的 所以其實我們多數都是混合優 那水星優 女生最缺乏了 我不是經常說 女生大部分手指尾都短的 除了你不是 是 我剛才看過你有水星優 是嗎 是 原來水星優 首先水星指要長度 標準長度 是嗎 是 水星優以後的掌皮紋居中 水星有機會有一條水星指 但是水星指 水星優不是 水星優是最容易認的 是 水星優原來這麼多個優之中 身形最矮的 是 所以你就知道誰 我小小而已 是嗎 不是你 不是我是 我多害怕你 如果我們名人有什麼 拿破崙 是 鄧小平 是 是 演藝界曾志偉 是 水星優人 水星優的優點是什麼 機智 善變 能言善道 口才好 哇 厲害了 如果你想想想缺少水星優 你多慘 好像我缺少了水星優 我走來教書 說多兩講你都睡了一覺 因為你是口才不行 是 所以就算我是土星優人 因為我水星指夠長 我不是都要沾染到 水星優的性格 所以水星優 是我們每一個人 生存在現代社會 都不要缺少的優 來的 就算你不是水星優人 也好 有水星優 一定容易增加你的財富 是 水星優講錢的 是啊 明的律師 醫生 很多都是水星優人 所以你看到很多聰明的律師 肥肥矮矮 聰明的醫生 肥肥矮矮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肥肥矮矮 就是水星優 所以記住 如果你是水星優人 大部分人的財富都不差 但是水星優 他的人是機智聰明 機智聰明的反面是什麼 搞惑 搞惑 那你怎知道你的水星優人 究竟向好那方面發展 還是壞那方面發展 尤為看手指形不形 指直不直 手指形好不好 和頭路線平不平 手指功夠不夠長 如果手指功夠長 中指是直的 平行力好 即使有時候你想到歪念 想騙別人 不過你平行力好 頂住頂住 不騙不騙 因為騙開一次 以後都會騙的 對不對 所以記住 水星優的人要一個平行力 才會不犯罪 水星優來說 比較容易成功 所以你看到人家身材矮 千萬不要小看他 中國人都有句 矮仔多計 我們中國出名 古代名人 有個硬子 記不記得嗎 又有沒有讀過書 硬子屎楚 沒有讀嗎 這個年代不流行嗎 他去出事這個坐一個 人家見他矮 看小看他 有三道門 古代城牆 他就開這個門 讓他入 就不讓他入 你這麼矮 用不著這麼大門 他就說 屎狗覺者 從狗門入 又不明白 除非我現在探望你的國家 全是狗 我就在這個狗門入 很好的口才 那個硬子 所以你看到 歷代很多名人 矮的 都是口才很好 所以你知道水星優 口才特別好 千萬不要跟他爭 包你不夠他爭 不過 矮的人 就不一定是水星優 因為有些矮的人 他手指很短 就一定不是水星優 所以記住 你不要看到 一人一矮就是水星優 不過高的 就一定不是水星優 矮的 可能是水星優 那你就要觀察 水星支夠不夠長 三角長皮紋 是否在水星優以下 是否又肥又矮才是 不是 他只是矮 不一定肥 他都是掠肥 有少許肉 很少又瘦又矮 又瘦又矮 多數不是水星優 他不一定很肥 因為有些人矮得來 身材都正正上 他標準的 他標準的 通常掠肥的 那繼續 火星優 火星優 上火星優飽滿 下火星優同樣飽滿 上火星優是防守力 下火星優是攻擊力 火星優的人最容易 做軍政界 冒險家 最適合的工作 就是紀律部隊 原來我們有個學生 又紀律部隊 又是火星優人 所以你說撞採也好 剛好也好 是 因為上火星優是抵抗能力 那如果你是從軍抵抗是甚麼 你有一個地方防守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長期抵抗很悶 很辛苦的生活 要捱得 對 到你進攻去殺敵的時候 你不怕危險 要衝進去殺敵 所以火星優是最適宜 而是軍政界 那相呢 都是跟我們中國相法的火星優優 火星仁好似的 火星仁是甚麼 火星仁是甚麼 下闊 上次我們有木星仁 火星仁 土星仁 火星仁 火星仁 下闊 上次 下闊 首先腮骨特別顯露 腮骨顯露的人 可以在惡劣環境之下 掙扎生存 不會灰心失望 特別捱得的人 就是消防員 你看到消防員 腮骨特別顯露 對 然後腮骨很多時候 比較粗 還有腮骨是凸 對 嘴唇一定要緊閉 嘴唇緊閉 你懂甚麼意思 每個人都懂 嘴唇不緊閉的人 怎麼可能有這個 上火星優的性格 因為上火星優 是長期抵受到失敗的人 他一定 嘴唇緊閉 就是意志力堅強 意志力不堅強 怎麼抵受到失敗 你多辛苦都不會灰心 不會失望 不過火星優常不常見 很少見 不容易見 還有這個太陰優 火星優就是這樣 太陰優 太陰優特別飽滿 最簡單 其他形質來說 不夠太陰優飽滿 就是太陰優 但很難定 一個優點怎麼定 原來太陰優 是這麼多身材之中 高肥 很肥 是 腹到那些肉 就軟的 走路就蹲蹲蹲蹲蹲 那些肉 是 很多太陰優 太陰優人 原來是一個藝術 幻想 虛無飄渺 小小小的人 我們人人都要有太陰優的性格 如果你沒有幻想 你在沒有學惡劣環境之下 你沒有想到將來生活可能好些 你會不會自殺 如果你已經有錢 你也希望再有錢 如果今生都沒有希望 希望來生 所以太陰優人 不可以缺乏 一個沒有太陰優的人 是缺乏了幻想 他生活可能是很悲慘的 所以記住 人人都要太陰優 不過太陰優人很少 太陰優人很多做藝術 有很多的 導演也有 寫劇本也有 演員也有 所以他是 出色做演藝界的人 當然我們不可以只是太陰優 我們可能要有其他領導的 木星優 又或者有太陽優 增加藝術才華 或者加上水星優 增加他的手腕 賺錢的能力 如果單班是太陰優 就不行 太陰優又是生存不到 他會躲在自己的生活中 自閉 即是太幻想了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優 沒錯 他活在幻想之中 繼續 還有什麼優 金星優 金星優 女生比較多 男生比較少見 金星優是說愛心 他的愛心不是說情慾的愛心 你不要經常說 別人情慾旺盛 又要早結婚 不可以孤單生活 你們最厲害就是這句 原來金星優的人 是對一切自然界的美 也有愛心 太陽優 才是喜歡形體的美 記住了 太陽優最喜歡漂亮 打扮也要比別人 你以太陽優 就算是太陽優 又有位弟子 是嗎 太陽優是人體的美 是 金星優是一切自然界的美 可能看山水覺得很美 看路覺得很美 風景覺得很美 太陰優的人特別有愛心 所以如果我們缺乏了太陰優 我們是完全沒有愛心 沒有愛心的人 又是很恐怖的 沒有愛心 第一件事特別容易 就是犯罪 是吧 因為你犯罪的人 你首先不理你死活 肩膀的人 他怎麼想到你會暈倒 甚至會變白千 甚至死 他只是想到他搶你的錢 因為他沒有愛心 他不會理你的死活 所以每一個人 我們都要有金星優 所以尤其是我們香港人 不要說人情薄了 我們這次不知道華東 四川也不知捐多少錢 四川也不知捐多少錢 以前華東 整天水災連年都捐錢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其實這麼多學生 金星優都是飽滿的 那你誤會他是金星優人 其實我們香港大部分人 金星優都是飽滿的 因為我們一定有愛心 但是金星優 個個都飽滿 除非他特別飽滿 還要漲的 漲的 我們有一個 一會兒做版 還要漲的 還要通常金星優 面孔漂亮 多數是女生 如果是男生怎麼辦 是 都是那些 走步路都斯文一點的男生 所以記住 金星優的男生 容易是同性戀 或者是男生 都是比較斯文的人 很溫柔的 女生不用說 一樣是溫柔 但是金星優 有個壞處 金星優不能夠忍受 孤獨寂寞的生活 如果沒有了男朋友 鑽頭三幾天又有了 是 那你就會誤會他濫膠 是不是 是 鑽頭說分手 哭得兩句又 鑽頭又有另一個男朋友 鑽頭又有另一個 所以你們誤會 他忍受不到孤單的生活 那濫不濫膠 怎樣看 怎樣看 是 教過 如果 如果你金星優 看個人 有些橫 很多妄狀文 這個 情慾旺盛 是 中指尾 情緒不穩定 控制能力不好 是 手指弓短 情慾控制不到 容易受誘惑 情慾旺盛 情緒不穩定 容易受誘惑 還不容易濫膠 即要多幾點 一個不小心 還要不止 再如果有條 這樣打橫的文 是怎樣 這條叫做放中 是 可能放中情慾 或者吸毒 因為吸毒 那是放中 容易沾染 那些壞習慣 現在的小孩子 好像喝咳水 是 即控制不到自己 控制不到 所以你會否吸毒 會否沉淪在沉獄 情慾的肉海 或者沉淪在權利獄 其實都很講 你的手指弓 所以記住 手指弓不夠長 你甚麼合格 都沒有用 記住 最重要 好像要看板 我們這次看 剛才說到 水星優 誰是水星優 舉手 逆領 站起來 要不要走出來 轉圈 不用了 水星優 所以不一定肥 它又不是小顆 又不是小顆 不過你們留意 好 水星之合格 水星優的掌皮紋 在水星優以下 其實很少見 因為掌皮紋 會在土星優 太陽優以下 在水星優以下 很少見 掌皮紋 居中證明 他有了水星優的性格 是 所以他經常說話 鼓鼓滑 多厲害 不要相信他 在笑的時候 也有笑鼓滑 對 水星優的人 經常眼神轉動 是靈活的 這樣才顯得他機智 在想其他東西 沒錯 所以他其實跟你說話的時候 同時可以在想其他東西 你是不是多厲害 水星優 隨時想到東西 眼睛也會比較聰明 然後 火星優 火星優 就不用看掌皮紋了 上火星優 下火星優 下火星優 是否 上火星優 是弧形突出來的 然後下火星優 是否突出來 是 漲的 還不止 原來我們導演 都是火星優人 這個漲得很厲害 比消防員還漲 所以導演脾氣才最壞 我比較好 這個是防守 這個是攻擊 是 火星優的人 可以防守和攻擊 能力都很強 所以最適宜做軍政界 幾多部隊 還有 將軍 或者探險家 以前的話 電視 不是 戰士 戰場 以前 冒險家 探險家 極地的人 極地 又要忍耐力 又要夠膽 這兩種就是 火星優人 不常見 幸好 讓我們找到兩個人 這個人 那個人 這麼不出鏡 我會想 待會再抓他的獎 做他的獎 還有什麼 火海飛優太陰優 我們沒有 太陰優 我們首先找身材 沒有高高 肥肥 行步路 那些 沒有 那些自己看電視 演藝界很多 那些人 都做得挺出色 因為他們幻想能力比較高 金星優 其實我們也找不到 不過他說承認 我就相信他 金星優 樣子不是醜 你一定不會說 土星優 是 人會水星優 不是五尺寸半 人不是太陰優 不要太胖 其他剩下的就是 木星優 太陽優 或者金星優 太陽優 有點像 為什麼 因為他的面 都是闊 下巴都是略尖 都是倒轉 三個月 不過你看他的金星優 這個位置 特別是飽匠 反轉看看 這個嗎 特別飽匠 你看見 特別飽匠 而且金星優的獎 是呈粉紅色的 木星優的獎 是鮮紅色 金星優 是粉紅色 土星優 是青青藍藍 像我這樣 最壞的 火星優 都是帶紅色 比較多 所以這個是金星優 認證也是金星優 所以他不可以孤獨一個人 沒有男朋友 是不行的 是很多男朋友 不是 不是很多男朋友 是一個接一個 不是很多 不是一腳踏幾船 一個接一個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就配優 沒有那麼多優 你說我之前是不用優 你不用優 你沒有主優 我不用看的 我們有 這次又配優 配優 原來我們經常說 每一個人 都不會是一個優的人 純型的優 是很少的 是 例如木星優 配了土星優 土星優是冷靜 平衡力好 木星優是權力欲強 這個權力欲加上平衡力 真正 因為土星優是真正的 他不是特別容易成功 所以如果木星優 配到土星優是富優 是非常好的認質 林先生 事業和財運方面 都好像有點阻滯 非常阻滯 非常阻滯 因為剛才看完他的八字 是的 現在看相 看獎 沒什麼大問題出現 所以都要靠八字 幾日綜合分析才行 其實他們全部分析都沒有錯 基本上 事業線一早 出來工作 這是基本的 食指 無名指 其實都夠長 優越感又夠 冒險心 都夠 所以做事都容易成功 生命線 右手突然短了 好像不見了 右手 右手 生命線 短了 好像下底完全沒有了 可能是做生意 應酬多了 身體弱了 這個位置 大約五十多歲 體質就衰退了 雖然有條線 但跌倒了 那條線 也不太深 那是不行的 其他事 食指特別長 無名指特別長 因為我讀過 它不是中指短 首先你要肯定 別人不是中指短 你才知道 它是否左右手長 我讀過中指是正常的 食指長 人有領導才能 可以指人做事 無名指長 人有膽冒險 但他不是賭錢 因為他整個頭腦是平的 整個頭腦是甚麼 是現實的冒險 不是幻想的冒險 那麼手指尾 到無名之第一 第一條線 人其實膠製手腕 都夠圓滑 手指弓又夠長 人都幾有決心 死了 這麼有才能的長 誰知道你沒有運氣 真是慘 所以 我們看運氣 不看才能 也不行 看才能不看運氣 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成個綜合分析 原來林先生 其實不是沒有運行 有運行 不過二十七行到四十七 二十年叫辛苦個人 不是 二十年叫辛苦個人 力量得才加權力避衛運 所以這二十年就容易辛苦 跑來跑去 都容易有權 誰知道你的命格 我們叫官殺混雜 官殺混雜 原來一生持權是非十特別多 我們看人是非多 我們看長官來看小人線 我們看相來說 對 對 你的眼睛不夠神 法令又鴛鴦 額頭又不行 額頭是 首先額低 少年組出來做事 跟爸爸沒有緣分 原來法令 就代表法律和命令 法令鴛鴦深淺 真是棘手 有時有人聽 有時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那麼慘 然後 鼻特別大 就要回應 我們的手指弓 夠長 食指夠長 就代表自尊心 強硬性都夠 不過是財運 四十七至五十七 十年衰運 怎麼捱 五十七才有得翻身 三十年運 現在頂不住 這十年是很差的財運 有地方可以看上去 也能夾到 因為林先生的獎 我們剛才分析過 因為全部的學生都分析正確 我們不用分析 有比較簡單的獎 手指弓的長 食指弓的長 無名之弓的長 手指弓的長 即是脊髓的長 頭腦線又深又長又漂亮 本來私有清晰目標 明確有想法 有多現實的 也沒什麼缺點 但那獎 又差一點了 因為我們看獎 要看上獎 你內在有這樣的潛能 是很好的 能否發揮得到呢 原來是一般的 首先押下少年讀書運 一般的 第二 眼不夠神 有沒有看到眼不夠神 是 看到了 眼不夠神 代表做事不能斬釘切鐵 雖然你有決心 決定了的東西不會改變 不過你最慘是不決定 決定了不改變 不代表會決定 即決定不到 是 第二 我們看上 臂就是看自己 兩拳就是看周圍的人 因為兩拳生得不夠漂亮 貴人不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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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要靠自己捱 你知道一個人捱很辛苦 捱內捱去 就全部靠自己 貴人不夠力 這個也沒什麼大缺點 但去到那個 上唇就不漂亮了 因為你上唇碰了 不漂亮 沒有了這條邊 還有這條邊 很多點點的微思血管爆了 這個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了 用有良性的腸瘤 所以如果你發現 第二天 如果是胃痛 不要看胃 不要照錯步胃 腸容易有問題 不外胃容易有問題 而且雖然手指尾長 應該是語言能力比較好的 但我們要看上嘴 原來你上順這個位 長得順一點 不夠漂亮 容易說出來 得罪人自己不知道 技巧有事不夠 所以你的嘴是一般 其實說來說去 是眼神不夠 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眼神不夠 所以相對來說 身體是一般 身體是一般 身體是一滑 用心臟病的記號 對 心臟病的記號 是嗎 這邊的耳珠 對 才能沒有彈 運氣是一般 不如讓你問是甚麼 想知道 想怎樣解決 沒得解決 十年所以運氣 熬不過 那他現在應該如何好 又是風采 有否可以幫人打工 現在他是想抉擇 做還是… 不用抉擇了 一定叫你執行 因為你十年熬不過 反而如果你現在打工 你本身根本有才能的人 有才能的人 你沒有運氣 打工便可以幫人賺很多錢 黏著大集團、大靠山 因為你可以幫人賺多錢 做到工作的人 不過你的命還有一個大缺點 我們叫官殺混雜 正觀是代表你的人 性格光明、正大、秦規道 他一步一步 握拳的時候 很介意別人怎樣看你 叫你大聲一點 罵人都覺得不好意思 本來這樣就沒有問題 誰知道你有個相反的性格 叫做七殺格 就像我那麼壞 我經常罵人就是七殺格 七殺就是剛強、硬頸、脾氣不好 好性身強 容易發脾氣罵人 那你究竟脾氣好還是脾氣不好呢 所以你的性格矛盾 有時脾氣不好 有時脾氣不好 頂不住你會發脾氣 發脾氣 你會覺得自己很壞 為什麼又會發脾氣呢 握拳的時候 事必要特別多了 因為如果你光明、正大、秦規道 一步一步 那些下屬覺得你好人 他又主動幫你 如果你剛強、硬頸、脾氣不好 好性身強 像我這樣威猛 經常罵你們 你都被我罵 人家就服你 會的 你聰明人家服你 你好人人家覺得 你好人人家幫你 兩種性格都有 兩種下屬都不太好 拿一件事必特別多 沒有矛盾 那你性格矛盾沒得救 天生的 天生的 生成是這樣的 有什麼辦法 如果是這樣他 老婆是否幫到你的事業 老婆仍然三十年幫夫運 如果做妻子就沒用 除非公司幫到手 都在做什麼 他因為行三十年幫夫運 但他和你一起做生意 現在就沒用 如果老婆和他做生意 就能幫到他嗎 有機會幫到他 因為他老婆三十六至六十六 三十年叫做權運 地位運 幫夫運 打工容易拿權 打工容易 旺老闆幫老闆 打工便幫老闆 打工便幫老闆 試試行不行 因為他有運 他叫他來幫忙 可能會比較好 對 但始終我覺得這段時間 打工 不用想了 不用心大心勢 快點三法輪會收拾 把餘錢收拾 看看有沒有多少 剩下 那財運那些 財運不用看了 財運要五十五才東山 五十七 即現在就沒有想 四十七至五十七 十年沒有用的運 沒有 這十年叫做投資破財運 越投資越破財 越投資越破財 甚麼都不行 不行 五十七就是三十年運 看看會否那時 還有沒有紅心壯志 東山再起 即現在真的沒有想著 現在運最重要 現在運最重要 整隻獎沒有缺點 是不夠運 那好吧 那你繼續聽師傅說 好 現在千萬不要想那麼多 不用心大心勢 好 現在五小姐的愛情事業 都有點棘手 簡直棘手 我也看到棘手 有她的八字在 即她的獎和八字 獎也不太棘手 運氣棘手 運氣比較棘手 因為現在她說轉行 做設計創作的事 我們學生都說了 是 逢是頭腦線下垂 還超過太陰優 特別理做創作設計 不適宜做計數的事 所以暫時沒有入錯行 不過正在走壞 是 大部分分析都沒有大問題 不過四眼仔 她何時生命才開叉 好像有點分開 左手還是右手 右手 右手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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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觀察能力 大多隻眼睛都不動 我們兩隻眼睛都能看得到 你四隻眼睛都能看得到 人家的幻明是搏 那個開叉那裡 是中段開叉 那你都不可以說你錯 你判斷得不好 因為她的生命線 她是去到中間 這裡這樣開叉 然後這裡有一條線 其實這個開叉 現在我們有時可以不用留意 因為這條線是生命輔助線 一個生命線 我們稱為摺疊 摺疊來說 其實如果這個開叉才有問題 這個開叉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算這個開叉也好 又不關身體不好事 有沒有人知道關什麼事 生命線中段開叉 生命線中段開叉 意外 可以海外移居 或者海外發展 居住一段短的時間 記住了 開叉短的時間 長的 移民外地居住 不再回故鄉了 所以你的判斷錯五 好像只有你錯 有四眼仔 愛情失望也對 還有… 還有… 阿帽仔 你是水星優人 經常都斷古 能言善道 你怎麼看見人家貪美 因為尖形獎 審命眼光 比較注重 五隻一隻獎就說了那麼多 因為它是… 再加上指甲紮長 紮長 紮長 注重生活細節 誰說 紮妹 紮妹 紮妹就對 注重生活細節 她不一定扮得… 扮得漂亮 不過也不能說你錯 證明你的人 一個項目可以… 可以發到這麼大 水星優真的不同 水星優 比我們厲害很多 我們只會平鋪直序 說她也要畫出這麼多東西出來 你也有你的才華 水星優 沒錯 手指工場 尖形手 是人都看到尖形手 你看這就知道 全部手指是尖的 尖形手有個最大的壞處 不可以和別人鬥爭 實鬥不贏 尖形獎最需要做什麼 藝術、創作、設計、文學、寫作 那些文職的工作 不要和別人鬥 實鬥輸 其他沒什麼錯 越來越少東西鬧了 鼻頭倒下來 是對的 計算非常謹慎 直接一點就沽寒 是 跟著粉紅帶白 是因為長顏色OK的 不如問問 五小姐其實就是想知道 五小姐有什麼想知道 還有愛情她正在選擇 看這個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選擇什麼 事業不用選擇 事業正在行衰運 我想知道我事業方面 因為我一直在做設計工作 設計是對的 幾年開始 之前還有文職 我是想一條路 繼續在設計那裡做 我們要看你的獎項 你的獎項也有顯示 因為我們看獎項 有雙頭路線 為何沒有人說 雙頭路線 這邊 有兩條 你這條頭路線 這個也是頭路線 這條是稍微下垂的頭路線 代表人家做一些實際的事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這一條 下垂的頭路線 尤其是右手 平的頭路線 是否更淺 有些脫離頭路線 而下垂的頭路線 是否更加下垂 更加深更加清 你可以推斷 先天的人已經很喜歡幻想 不過有時候人們想著 為生活不夠膽 然後後天來說 脫離了這個現實 真的只剩下幻想頭路線 所以現在三十歲後 你做幻想創作的事 不用想了 這條路走得沒錯 再加上你的手指形 都是屬於尖形 尖形的手 就適宜做一些漂亮的東西 不要跟人鬥爭的東西 所以做一些幻想創作 設計的藝術就對了 那這些手指這樣歪 你就不要當別人 手指尾屈曲 難於仇人 幸好你沒有說錯 又被我罵了 原來你的手指尾屈曲 不是這樣屈曲 這個可能是病 或是小時候 出生的時候 骨生得不好 原來逢是有這些缺陷 或是病 我們是不用看的 那不看你就看什麼 我們用回左手來參考 鎖一鎖手指尾 正正常常 都是太短的 都是容易信人 容易被人騙人 提防身不重 那些手指就全部都歪了 情緒不穩定 不善於控制 情緒波動非常之大 尖型掌 當然是歪了手指 看來做你男朋友 也可慘了 轉頭很開心 轉頭閉上一間哭 都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尖型掌文 尖型掌文很多 你看他掌文花得這麼厲害 掌文這麼花 就不要緊 因為掌文花得來全部深 才重要 記不記得 掌文花得來全部好深 好深就是神經衰弱 尖型掌文 所以你沒什麼問題 情緒非常不穩定 運氣你也知道 事業沒有走錯路 還有什麼想知道 愛情 對 我想知道 我什麼時候結婚才對 什麼時候結婚 隨便可以教就教 因為你的命 有兩個重因緣 一個二十五至二十七 一個三十歲後 現在已經第二個了 也有子女 你的命 沒有說沒有子女 因為你的手指尾 右手指尾 那個名字不算數 是 反而你男朋友 是不是男朋友 他難有寶寶 不是你難 不如叫他掩掩 你沒事 他男朋友 反而未必有小朋友 對 因為他的男朋友 秋冬天出生 一滴火都沒有 是 變了不容易有寶寶 不過又不要緊 他一直走回木火 不用怕 這個男朋友 會不會是他老公 那也不知道 經常回答不到 我就經常被人 這些問題考慮 剛剛才有個新例子 是 他買了兩層樓 問我賣哪層好 你都要怎麼回答 我誰知道 你賣哪層好 你當然是自己計算樓價 哪層賺到錢 你買哪層 我怎麼回答你 又等於有男朋友 問是否這個是我老公 真命天子 你經常問 我怎麼知道 我們只是知道 你男朋友好不好 什麼時候有結婚 機會什麼性格 婚姻好不好 會不會婚夫 嫁不嫁得出 機會大不大 那些就知道 但嫁誰真的回答不到你的 每逢是問一件事 求簽 或者尖掛 不要看算命 不要看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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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的 因為一個人的命中 經常出現的男朋友 都是經常是那一類人 你的男朋友 就會牽開一份 魔力向多情多仇善感 經常想著 五年後怎樣 十年後怎樣 老了怎樣 樣樣安排到很完美 不過到最後還是怎樣 怎樣 你不記得有這個答案 到最後還是做不到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你男朋友 所以你看到 你的男朋友是不是這樣 對 對 這也有機會 是老公的類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對 那除了這兩樣 有沒有要問 事業知道 事業沒有行錯路 放心 因為你37年行到67年 30年都是個人力量得財運 那個人力量得財運 設計、創作 或者靠個人賺錢的 都是叫個人力量得財運 沒有行錯路 我什麼時候入大運呢 37年到67年 現在要捱 有很快捱 我可以進修 進修是正確的 因為你08、09年是讀書年 所以這兩年讀書是正確的 千萬不要做生意 如果這兩年叫做投資 思想學習投資運 投資叫做投資破財運 那就是剛才的觀眾 投資破財運 但如果你讀書 或者買實物 或者學習 那是非常好的運 因為你讀書要付錢 就是破財 或者買房子 又是付錢 又是破財 所以你破財年 使用錢是正確的 那些錢不會回來 明白 好 謝謝 那這幾年都可以結婚 有得嫁就嫁 有得嫁就嫁 我整天都嫁 最怕嫁不出 你也有得嫁就嫁 我知道 你說這兩年 男人不怕 女人最怕 青春一個就沒了 那倒是 等十年很久 十年